至于才刚挑战完沙漠路跑的林佑丽 又到摄影展欣赏经典的历史照片 其中亚洲铁人洋传广的照片让她相当震撼 专制照片前 名模林佑丽仔细听着导览员说故事 看着一张张以20世纪生活为拍摄背景的照片 传递着当时的故事与生活 让林佑丽深深迫迷 尤其是亚洲铁人洋传广 一看到其实还蛮震撼的 因为在现在的台湾的体育界 其实并没有这么的被重视 在那个时候竟然得到了奥运的银牌 算是非常非常奇迹的一刻 热爱运动也刚挑战完沙漠路跑的林佑丽 看着照片中的洋传广 就像看见勇于挑战极限的自己 用一步一脚印进入生活 而用双脚记录历史的海友 首位登陆月球的阿姆斯状 他的一小步让人类见证了历史最重要的一刻 这张笔出页的首饰是丘吉尔的经典pose V象征着胜利 同时强调战胜纳粹的强大信心 透过摄影师的巧手让每个瞬间记录成故事 而林佑丽自己也爱用笔记录生活 我没有办法一刹那跟这些摄影大师一样 一瞬间就可以抓住那个永恒 但是我可以用笔记录 然后可以用影带记录 很多照片它其实着重的不是摄影的技巧 它反而着重的是它摄影师的构想 这次Live看见生活摄影展 完整记录二战后人类的经典时刻 同时为了今年二战结束69周年 从8月14号到8月31号 两人同行看展 还能想一人半价的优惠 让这些经典老照片 要带大家进入每个动人的时刻 优电TV养人祥 张恩轩 台北报导